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继续看服务的一些其他的高级用法 那么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服务的生命周期 当你了解到它的生命周期以后 我们要学习更加灵活的去使用服务 那么这节课我们主要两个支点 第一个是前台服务 这个当然是跟后台相对来说的 我们第二个是intent service 那么具体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前台服务 那我们知道服务其实是一个后台的东西 它在后门默默的工作的 它没有见面 但是一般我们创造的服务 它的优先级不是很高 当我们的安卓系统内存不太足的时候 这服务就会被杀掉 那这个时候我们考虑到应该使用某种方法 使你的服务不被杀掉 我们知道我们的APP一旦产生了 这服务很可能非常有用的 不可能随随便搬就因为系统内存不足而被杀掉了 那么前台服务就不会被随随便搬的杀掉 而且呢前台服务还有一个优点 它会在我们的状态栏有一个提示 像一个通知一样 比如说你当墨迹天气 让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APP啊 我们打开我们模拟器 我下了一个墨迹天气 大家看我们这APP在上面 通知栏的一块有一个图标 那么这个图标我们拉下来 看到这个扩展的通知栏这块 有些内容的 左边是个图标 然后中间的这是些内容 后边还有一些其他内容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图标呢 还能跳到我们的墨迹天气 这个东西呢 就是由墨迹天气的一个服务来产生的 我们知道天气这种东西需要时之刻刻 在后台更新你的数据 几点几分有什么大风大雨了 都要通知你的 那这个手机肯定是用服务来做的 在后台默默的工作的 但是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不会被杀掉 一直在工作的 你把它强制的从APP里边停止了 或者是你把这墨迹天气来卸载了 那否则的话 它一直在带有一个东西会提示 那我们的手机里边 其实还有很多的其他的APP 隔三差不多就会给你发一个通知的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后台悄悄的工作的 占用的你的内存 由此可见呢 你的手机如果想要运行的快一些的话 可以考虑把某些不必要的东西呢 给杀掉 那这些都是服务 是会沾线内存的 而现在我们的目的是要创造这么一个服务 不被任何随随便便的会杀掉 而且会有一个提示的东西 像墨迹天气一样 那这时候你又需要用到一个东西 叫前台服务 那么前台服务呢 其实就是创造的一个通知啊 就叫墨迹天气一样 这边有一个通知里边有些内容 那么刚才看到这个通知 首先在通知栏这块是有一个图标的 很可能呢会有一些信息等等都可能发生的 然后我们下拉了以后呢 这个通知 还有一些具体的内容 对吧 然后第三个我们再点击这个内容的话 通知还会跳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就是这个通知 他所做的工作 那么我们如何来创造一个前台的服务呢 首先 整个这个过程是在我们的uncrete方法里边 创造了一个通知 那么这个通知 创造一个过程 它使用一个类 notificatio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notification 其实这个类的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创造出这么一个实例 接下来我们就试试它的一些属性 那它的属性呢从刚才我们这个图观测能能看到 我把这图打开 大家对照的图一起看 首先是有这么一个图标 那这个图标 我们翻译过来图标叫什么 icon 所以下面会有一个一句代码 这块 通知图标 notification.icon 那这个图标我们可以从招业簿里边 随便自己设置一个图标 当然你不能把这图设的太大了 那样就摆不下了 然后我们下拉 下拉也无部分内容 那这个内容需要一个试图来展现出来 这个内容对于我们这段代码里边 是它的一个contact view 那它的contact view呢 是用一个实例来做出来的 是这么一个类 remote views 我们创造出一个remote view 大家看这个remote views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package name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布局 are the layout 那么这个布局我们要做成什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选择它来简单的做一个布局 左边呢是一个图标 右边是一个hand 打一些信息 然后呢 从这个布局里边我们生成了一个remote view 将remote view复制给notification的content view 它起这个名字就是对于我们认识它内容 对吧 那除了这部分内容还有什么 我们点击这个内容这块会跳转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跳转我们要用到什么东西呢 intent 但是这个intent呢和其他的intent有点不太一样 它叫pending intent 我们看notification这下边有个content intent 就是内容跳到哪个地方了 我们点击它跳哪个地方 然后呢它复制 由谁来复制出来的 pending intent 那么pending intent 又是用它的一个静态方法来获得的 用它的get activity方法来获得一个pending intent 那么get activity里边有这么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contextly上下文的 第二个参数这是一个flag 第三个参数呢是真正的意图 intent 那么intent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出来 这个intent意味着我们从哪跳到哪 你可以从当节跳到我们的activity里边 也可以跳到其他地方 那为什么将这个intent经过一系列的转化 变成了一个pending intent呢 那这个时候你要观察到呢 pending intent其实它是将intent做的一个分装 对吧 我们从名字上就能看到 这是一个简单的分装 那么分装起来以后呢 和intent做的一些简单的区别 我们的intent呢是会立马执行的一个东西 而pending这个词翻译过来 就是悬而未觉的将要发生的一个事情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通知创造出来 你不点它是没有反应的 你不点它不会跳 只要你点了这个通知栏以后 才会跳到相应的地方 所以呢它换了另外一个intent 叫pending intent 它的本质呢还是由intent转换过来的 转换的过程中我们用的get activity 那为什么用get activity呢 这里边要说的还有一个新的质量 pending intent既然是一个悬而未觉的东西 很多地方会用到 那么它如何获得呢 get activity意味着它将要跳到一个activity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叫get broadcast 将要跳到一个broadcast 或者我们还可以get service 将来呢它可能会跳到一个service 那所以呢这个pending intent呢 它就获取方法有三种啊 它从哪种方法获取取决于你将来要跳到哪个地方 那我现在点了这个试图以后呢 它跳到了这个界面 这很明显是跳到的一个activity 所以我参照它这个墨迹贴器的样子呢 应该用get activity方法来跳过来 这就完成了一个前他的服务 最终不要忘了要启动这个notification 用start方法来启动这个notification ok呢废话不多说 我们还是直接上代码来看一下 如何来实现它 看代码之后说不然呢 可能会有一些解释出来 那首先呢我观察到 我们要不先不看代码 看看我们这个实现的过程 先看看这个app啊 啊这有个启动前台服务 我一点启动 大家看这有图标是吧 图标这还有一行汉字 然后我们下拉了以后 大家看到这除了图标 还有后面还有这的前台服务 那从这里边观察 首先你肯定对这个地方 这是notification的一个试图 它要做出一个布局来 然后将这个布局加载进来 所以你要准备这么一个布局 左边是个图标 右边是个汉字 当然这个图标你随便取啊 我没有什么好的素材 我就随便选了一个图标 然后当然组布局 activity的布局 就非常简单了 这个按钮就ok了 接下来我们来调整代码 首先是看我们的布局 有四个按钮 因为待会还有个例子 当然你现在可以 先准备两个按钮 然后我们要定义一个服务啊 服务的定义有 不用多说的吧 继承的service 然后复写它的一个onbite方法 其他的方法你看着来办 这里吧我们需要一个oncreate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启动一个服务 用start方法启动服务 因为用by的方法启动服务呢 还能创造一个byder的 除了一个byder 还有一个serviceconnect 那我为了方便 我直接用start方法来启动 所以这里边用一个create就ok了 ok这是我们的service 当然这里边不要忘了注册啊 manifest里边 要对你用到的服务器注册 这注册比较简单 我也是提前写好了 因为这都是前几节课学过的东西的吧 所以我这几个代码是基于以前的东西来做出来的 那关键我们跳到我们的activity里边 按钮到定义就不用说了变量 然后将这些变量图示化呢 找到按钮设置鉴定器 然后鉴定器里边我用一个switch语句 区分开每一个动作是干什么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如何来启动 那么首先我把activity里边的东西做出来 那么服务的启动 我们知道是要接触一个intent对吧 我们先new一个intent出来 activity.this 然后是service 这里都是以前的内容了 然后我们如何来启动这个服务呢 我们用start方法来启动 因为这个方法比较简单是吧 下去start service ok这样我们就启动了一个服务 那这个过程我就不验证了 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关键我们来修改这个服务 要创造一个前代服务 其实就在oncrete的方法里边 来实现了一个通知 通知用notification 我们来创造出一个notification 那么创造好了以后呢 我们来观测一下这个notification 首先呢 它有一个图标 在我们的这个通知栏这块 有一个图标 我们来给它做一个图标 我们敲一个点来从里边取一些内容 这个icon 我们学了正常直接看这个意思就知道 这是一个图标的意思 那这个图标就是刚才在通知里面写示一个图标 我们从drawable里边取一个图标就ok了 这个图标是我准备好的 然后你会看到我这个通知这块呢 还有其他东西 还可能后面还有些字呢 那这些字你可以不要 那个字我就不行了 我别写 别把注释来打出来 一起来 图标完了是什么 是它的内容 那么内容我们再来一个点 找一个contentview 它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看它的contentview 我们来慢点敲 因为这边有个问题 它的contentview 需要复制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remoteviews 记住这个词是remoteviews 等于什么 一个remoteview 或者我们直接new一个remoteview也是用的吧 new remoteviews 然后这个remoteviews 我们看它的参数体式 第一个是package name 第二个是一个layout package name我们用get方法来获取就ok了 布局 那布局我已经写好了 layout notify 这样你给它设置一个内容 那我们看看这个布局 这里边有个notify.xml 就是一个图标一个字 用设计视图来看一下 它长什么样子 还比较慢 这视图就长这么样不太好看 左边一个图标右边一些字的 当然你可以做的更复杂一些 ok我们回到我们的service 它的内容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是什么 下一个跳转的 当我们把这个通知这块下拉以后 点这个地方呢 是要跳转到你当前的这个指定的一个地方了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跳转到某一个界面 这后面是显示跳到一个itut 所以呢我们这里边来做一下 再加一个 那么它跳转的过程呢是一个什么 content intent 它这个名字起来是内容的意图的 如果我点它这个内容 它要跳到哪 内容的意图是需要一个pending intent 那么pending intent我们怎么获取呢 用进展方法 getActivity getBroadcast getService 那么我们现在如果点这个通知栏的话 我们知道按照墨迹贴器呢 它是要跳到了某一个界面的吧 其实打开了墨迹贴器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用getActivity 第一个是context 那自然是raise指定 第二个是request quote 那么这个现在我们因为学的是服务 对这个不太关心 那么就默认0就ok了 第三个是intent 那么这个intent 就是我们将来要从哪跳到哪 我们用一个intent 当然是从当前的地方了 跳到哪呢 跳到你的activity 也就回到了你这个程序的组件面 下写 class 后面还有个参数 flag flag我们也不认识 那就0吧 ok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通知 有了图标了 有了内容了 然后有了跳转的方向 方向呢 是去了一个activity 然后这个activity是从哪 跳到哪的 从当前跳到了mayactivity 跳到我们当前的街面 那最后一步是干什么 开启 那么开启我们用start forground 用这个方法来开启我们的通知 这边有两个参数的 第一个是id 第二个是我们的notification实例 那么这个id呢 我们要从1开始 因为我们可能启动多个通知 对吧 目击贴器 如果你玩过的话 后面还有2345个通知 很多很多的 要编一个号 所以我这里边从1开始编号 编号完了以后 基本就没什么事了 接下来我们来 凑一下 到底对不对 那为了凑对不对 我得先把 先把这个卸载了 这是我之前写的一个demo 把它卸载了 然后我们重新来编译一下 来我们编译一下 等一下看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OK 现在大家看到我这个程序 又重新启动了 那么点击这个按钮 看一下这个标题栏的反应 再看我点这个按钮 按钮以后呢 这里边有一个图标了 然后我们下拉以后 看到这儿还有一些试图 那我们把这个程序 回到主界面先 然后我们常常点这个试图 大家看到它又回到了 我们的activity里边 那回到activity 完全是由于我们的notification 在设置了一个pending intent 那么这个pending intent 指明了从哪跳到哪 OK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前台服务 里边主要是用用了 我们的notification 这一个知识点 然后从这里边大家还可以复习一下 或者是重新学习一下 notification的使用方法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种服务 intent service 上一小节我们学的是 service的生命周期 我们知道service它默认的是和我们的UI 是在同一个线程的 而且我们也测了service 它在整个生命周期里边 是不能做耗时操作的 因为它会阻塞我们的UI线程 对吧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service 它是不会自动关闭的 除非你用stop self方法 或者你在外边利用其他的方法来 stop service 它本身是不具备自动关闭 这种操作的 那么现在来了一个问题 假如我们非要执行一个耗时的操作 那比如说我们在后台播放一个音乐 它是长期的耗时操作的 而且我们希望任务结束的时候 它也会自动关闭 那么这个时候 安照的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服务 intent service 它是封装起来一个新的service 那么基本使用方法和service是差不多的 你必须复习它的onby的方法 然后可以通过start的方法 或者by的方法来启动这个service 但是intent service 它有一个其他的东西 首先如果你要使用这个intent service 你必须创造一个无参的构造方法 你如果不提供这个构造方法 它是不能使用的 而且还要复习另外一个重要的方法 onhandle intent 那么这个onhandle intent 它是默认的自动开启了另外一个县程 也就不需要你做其他的操作 我们现在没有学到多现场怎么用 也不会开启一个新的现场 但是这个方法 如果你复习了 它会自动帮你开启一个现场的 那如果你开启了另外一个现场 也就意味着你跳出了UI这个现场的吧 所以你在这里边做一个耗时操作 它是不会组成UI的 那么更好玩 更有趣的地方呢 是这种intent service 一旦它结束了以后呢 它会自动的关闭的 不需要你手动的去关闭 因为有的时候 假如我们手动关闭是有个问题的 有的人就忘记了 比如这是一个耗时操作 你写着写着你就 最终这个操作完了 你也忘记关闭这个东西了 那如果你忘记关闭呢 它是在内穷的 会浪费一些资源 所以呢 onhandle提供了intent service 这么一个东西 它非常好用 我们来尝试呢 使用这个intent service 那用起来其实非常简单 这种东西 首先呢我们要创造这么一个类 继承着intent service 我已经创造好了这么一个类 当然maniface里边你必须注册 不注册是不能使用的 apptility里边的试图 还是使用刚才的试图 有四个按钮对吧 我们上几个使用两个 这几个我们再用两个按钮 那这个intent service 准备第一步 有一个午餐的构造方法 必须创造这个方法 那如果你 你把这句话去掉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会报错 我们来尝试的去掉它 大家看到它报错的 然后你根据这个提示的错误 你会看到它没有一个默认的各种方法 所以这一点你必须有 尽管这个各种方法 可能一时半会儿你用不到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必须复写这个 onhandleintent这个方法 复写了这个方法以后 我们就可以执行其他操作 那看到我这个service呢 除了这个各种方法 还有这个onhandleintent 其他的没有什么区别 destroy,create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尝试着去用log来打一些信息 看看观察一下 当前是在onhandle的吧 那我们在课节里边说过了 这个onhandleintent 这个方法非常的好玩 它是自动的开启了一个新的线程了 你可以在这里边做其他的耗时的操作 那我先在这里边来打定一下 既然开了新的线程了 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测测 它的线程ID到底是否在另外一个地方 如果它真的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当然不会阻止我们的UI 那么现场的ID我们用string.value来打印出来 有一个strad的这种方法 currentstrad.getid打印出当今的strad 当然进程的ID你也可以打印出来 其实这个方法我在service里边一直在使用 ID 那么关于进程和现场呢 其实没有必要多说 它在大学里边操作系统这门课里边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如果你学过操作系统这门课的话 你对进程和现场多少会有一点了解呢 OK那么这两句话分别打印出近程的ID和现场的ID 那我们在oncreate的方法里面也打印一下 我们看看它是什么时候切换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那在这上面我还得打印一句话 先来一个oncreate 然后等我们结束的时候 我们再来一个结束 on distort 刚才说了这个服务呢 它除了开启新的现场还会自动的结束 一旦它走到头了 自动就把服务给关闭了 那我们知道从生命搜据里边呢 我们看到你这样服务关闭的会有on distort这个方法 这才是真正的彻底关闭的 OK那么这就是简单的一个用几个log来看一下它的过程 然后呢我们还得回到activity里边 来启动这这么一个intend 初始化节没有必要多写的吧 就是一个简单的按钮操作 我们来创造一个intend 最后呢是intend service 我们还是用最简单的方法 start service 这回是intend2 然后再来个结束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编译一下看看它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 这时候我们需要看到它的一个logcat 大家拭目以待 OK它编译没有什么错误 我们接下来来启动 按第三个按钮啊 启动个intend service 这时候我们logcat会有些输出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当然是oncrete的方法 一旦oncrete完以后 大家看到它自动跳到了onhandle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看create里面打印这个id 这个是现成的id 这个是进程的id 那么接下来在handle里面又打印一个现成id 126的那这个充分说明了我们当前这个onhandle方法 它和我们的ui是不在同一个现成里边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接下来又一个undesign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明我们的服务已经被关闭了 那服务为什么关闭了呢 是因为这个intend service 它会自动关闭我们的服务 我们来回到我们intend service 大家看到从logcat里边也能观察到我们这个intend service 它最终最核心的地方还是这个onhandle intent 一旦跳到了这个函数以后 它会切换到另外一个现成 而且如果这个函数整个直线完毕了以后呢 直接又跳到了design方法 那么整个这一套流程呢 非常的顺利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测一个东西了 我们给这里边拿一个死循环 在生命周期里边我们说过了 在service里边默认的 我们不能进行一些耗时的操作 因为它会阻塞你的UI 那现在我就要进行一个耗时的操作 你能把我怎么定是吧 我们拿一个睡眠 当然这个睡眠是要抛一个异常的 那么我们除了抛一个异常以外呢 我们在这里面再拿一个lock吧 在这个服务里边我会不停的打印这句话 哎呦我怎么出了一个错误呢 找一下啊 啊我不该写w1是吧 最近呢我在交这个硬件啊 有C元 那么C元呢 死循环当时有w1 其实本身它也是个w1 那切合到 按照里边呢 它应该用2和false 写的有点懵了 转圈了 然后我们再编译一下 看看我们的UI会不会阻塞啊 OK 它已经编译成功了 那我们接下来启动我们的 引擎service 大家看它启动以后 在此行关里面不停的打印一些数据 这时候你会看到我的这个 机面 它其实并没有实际的 没有被阻塞到 比如说我现在在启动一个前台服务啊 大家看到前台服务正要可以启动的 整个这个这几个按钮都可以点的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充分说明了我们的 这个internet service 它这个on handle internet的方法里边 可以执行一些耗时的操作 一旦这个操作完成了 它会自动结束的 这个方法很可能以后我们会用到的 那么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几个内容 主要是两个服务 第一种呢是前台服务 那这前台服务呢 它不止不会被随意的关闭 而且呢会在通知栏里边产生一些通知 在这里边我们主要是使用了一个notification的 它有一个方法 最终启动的时候我们用start foreground 来启动这个notification 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internet service 这个服务的好处是在于它另外的开启了一个线程 不会导致你的UI阻塞 而且它会自动的结束的 一旦它完成了 你的service就会自动的被结束了